你只要在这个网址上面后面不是有个名称叫data 等于什么呢 假如你后面这个名称呢 你可以用一个testbox传递给他 有没有或者是说你直接在这边 打567好了 Enter 你会发现下方有没有 这个讯息就改了 那get的方法其实他不一定是要一个表单传给他东西 你只要是更改什么呢 更改上面的那个参数 那更改参数方式就是一个问号加上一个这个名称 后面等于什么 他就自动会做一个变更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是用get的方式来来撰写那个 动态网页的话 那我只要传给他什么他就会 还还给我什么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呢如果要做什么关键字查询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参数放这里 然后呢后面的程式就是去database撈资料 撈完之后再回来 放在哪里呢放在网页里面 有没有就是等号后面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秀出来 只是后面那一段 可以自己想想看 撈资料嘛 反正撈完之后放 放回来 那这边的话呢同样 我们可以找一下我们内部网络 其实现在Tonke已经弄起来 那所以你如果开浏览器的话 只要去找到你的实体IP 有没有因为我这台IP是192.168.2.10 对不对 后面冒号 8080的Paul 然后我的虚拟目录是这一个 直接怎么样 后面如果给他一个吴老师按Enter 出来的话也是什么吴老师 有没有 那如果后面再加一些字 比如说吴老师 很棒 诸如此类的 OK 诸如此类的 比如打一个我的英文名字 Terry 有没有就出来了 OK 实际是像这样的 这个传参数 你丢给他什么 他秀出来给你 就是一个IO的动作 那如果说我今天在浏览器OK之外 那你是不是在你的Android里面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OK 也就是你丢给他什么 他会回传给你什么 那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步骤是简单来做 那其实这个做法上 我这边 等一下请各位 一样建一个新的 新的专案 这个专案名称叫URL底线get 那里面的话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先test一下 就是说 读取 把东西放在一个 ADtest 或者是你可以在 在旁边再加一个 ADtest 让他输入什么 传给他什么 然后再回来给我什么 有没有 所以 对